一、研究发现防止一线癌术后癌细胞转移的方法。 冷纯稿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解开了术后一线癌患者肿瘤如何传播的谜团。 手术后,患者通常会经历两周的时间免疫力低下,由于术后应激激素提至唇水平的激增,清理易系统耗尽,随着杀伤性T细胞水平降低, 已经行进到肝脏并可能经过血液流动到达奇特器官的三个休眠的癌细胞,开始升上或转移。 病人和Onocamina博士表示,休眠的癌细胞在患者取出原发肿瘤之前,已经存在于肝脏中,很可能由原发肿瘤通过血流传播的。 估计,一个典型的患者中,每天有1400万个癌细胞通过肝脏,免疫系统可以杀死沉积在肝脏中的大部分癌细胞,但通常并不完全有效。 免疫系统通过感测存在于癌细胞外膜上的,成为MH01和CK19的蛋白质,来寻找并破坏癌细胞。 在医生癌患者的肝脏中,潜伏的癌细胞不表达这些蛋白质,因此杀伤性T细胞无法找到它们。 在手术后肝脏挺耗尽,就连的癌细胞开始再次表达MH01和CK19标志物,并开始分裂,成为转移性癌细胞。 Douglas Ferran教授建议,在书后这个窗口期,可以努力保持皮质唇水平,降低核皮细胞强壮,这样患者自身的面移系统可以杀死,已经进入身体其他部位的癌细胞。 二,最新骨扫描软件能精致预测,万千前列腺癌的预后,一个全新的软件能够精确快速地检测前列腺癌无转移的程度,能够获得随着病情进展患者的预后情况及生存期。 目前测量骨转移的方法,包括CT或MH01扫描,以及设计手动评固骨转移的合医学检测,使用基于骨质量和癌症病变数量的公式,进行手动骨扫描评固可以完成。 但是该过程即主观又被识,因此在临床中部常规使用,新的自动化骨扫描指针是一种软件程序,可扫描放射影像报告,并在数秒内量化骨转移的程度。 使用F1软件评估了720亿未把膝复发性前列腺癌患者,并进行了随访。 发现无论骨转移多么广泛,F1技术和预测男性生存时间方面明显有于以前的方法,除了其他重要的临床信息,该技术还提供了有关患者预后的相关信息,并提高了预测症状进展时间和疼痛发作时间的能力。 3. 重磅 为割加流感疫苗,能减少90%以上癌细胞转移。 37个癌细胞单组转移。 24个癌细胞转移。 手术家活起功能障碍,厌务之一。 11例转移癌细胞。 手术家活起功能障碍,厌务之一加流感疫苗。 AML由白血病钙细胞驱动,其异常分化病或度增值。 最终从骨髓中取代正常的健康的血液钙细胞。 白血病钙细胞通常对传统化学疗法具有抗性。 因此,研究人员正式图开发现得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来消除这些关键细胞。 6. 莫克两个肺癌新药研究成果量向ASCO年会。 日前,美国炎床肿瘤学会公布了近2018年年会的炸药,其中不少最新研究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德国莫克·莫克克克在本ASCO年会升降带来多个炸药,其两款的炎新药得到了不少关注。 第一款新药是CMAT受体老安三基美育之际。 在一项两期临床试验中,针对带有MAT基因14号外险子,缺失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德国莫克克克克取得了60%的确定部分缓解,病情稳定比例也达到了20%。 另一款受到关注的新药是M7824,这是一款在炎的热功能性免疫疗法,能同时把向PDLE通路和PDF通路有万换性和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反应,从而起的控制肿瘤生长的效果。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群体中,这款创新疗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PDLE良性患者群体,PDLE不小于1%中,该新药的总体缓解率达到了40.7%, 而在PDLE高表达的患者群体,PDLE不小于80%中,M7824等更是高达71.4%, HTTPS,MedicExpress,COMLUS2018-05, Pencolytic cancer post-surgery,HTML,HTTPS,MedicExpress,COMLUS2018-05, Bosecan software,Aka-Atele prognosis,HTML,HTTPS,MedicExpress,COMLUS2018-05, Ereactal Dysfunction,Drugs,Fluzexin,HTML,HTTPS,MedicExpress,COMLUS2018-05, Guidelines Clination,GSM Women Breast,HTML,HTTPS,MedicExpress,COMLUS2018-05, Surface Protein,Boosts Multiple Oncogenic,HTML,HTTPS,WWW,Moc Group,COMLUS2018-05, HTML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订阅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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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 mairy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